好 许正义要带您看到在高雄港务局这边呢 发放红毛港千村案的补偿金 现在检调发现了港务局涉嫌图利 不符合发放标准的民众 而上午大批检调人员就搜索港务局 包括了局长跟副局长办公室以及档案室 局里面的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诡异 大家静若寒蝉 而检调人员最后带走了六位发放补偿金的承办官员进行调查 他们说他们不 我连我们都不能上去 连我们都不能上去 对 对 不能上去 上去交代 对啊 走过去可以 一样 就是男的就让我们 对啊 你上去他也帮你管制那边 我不认 检调人员大举搜索港务局管制电梯 港务局人员神色慌张气氛诡异 不敢多说什么 稍微坐一下 他等一下总会下来 他不会那么快 对对对对 来坐一下 检调人员上了电梯 进入港务局长和副局长的办公室搜索 检察官站在窗外面监督 注意着一举一动 而存放局内所有资料的档案是 依靠到媒体记者非常紧张 立刻把门关起来 我们大家都在走 快来来 快来 快来到 这个是你 确实了 其中这一次大举搜索办公室 主要是针对洪宝港圈村发放补偿金 被人检举发放不实 可据规定洪宝港居民 必须要在民国78年以前 设计在当地的人 才可以领取补偿金 但有人为了这一笔钱 巧力迷目 不过所属的港务局 疑似有图利特定人士 依旧发放给不符合资格的人 承办检察官和调查员 第一批带走了六名承办 发放补偿器的官员 是不是有涉嫌图利 案情会不会向上发展 检方要查个水落石出 中文字幕 刘启文 高岁报导 中文字幕 刘启文